一旦大亞灣核電廠有洩漏 位於20公里以內 在香港東北面的東平州 居民都需要撤離 政府今日進行跨部門的演習 無意將居民撤走 參與的大部分都並非住在東平州的居民 上船前由警員為他們檢驗輻射水平 警員開頭都沒有穿保護衣 直升機在東平州上空廣播通知居民撤離 不過有參與演習的市民說 不是聽得很清楚 他們都收到電話短訊通知要撤離 但短訊並沒有說發生核事故 我相信有事發生 信比不信更好 現在部分人就由直升機送走 綠色和平在現場請願 他們批評當局媽夫只是為了做秀 其實我們覺得這次的演習 是跟現實真實核災裏面 特別是我們這次取了福島的教訓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故事 因為這次的演習 是政府預先安排了四間中學的學生來到 然後登陸早上之後 就會安排好他們坐第幾艘船 逐批逐批離開 亦都分配好哪些人搭直升機 哪些人搭船 這些是在現實裏面 核災的情況裏面 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安排 所以如果政府要做一個演習 可以說是完全達不到他的目的 特區政府對這個演練是非常認真的 我剛才說過 我們是動員了超過三十個局 和部門的一千位同事 包括特首他們本人 今早都有參與 他說會看看有甚麼不足之處 可以改善 請關注 還有暢明 他在那裡 re的 網路 在那裡 按照 2 感谢观看